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首先带您来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计划将机器人作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 希望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弥补人手不足的产业问题 再来看到中国大陆70个大中城市5月新建住宅均价 两年来首度下跌 北京二手房甚至创下2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接着带您看到美国总统欧巴马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派300名军事顾问到伊拉克训练异军 但他强调美国地面部队不会重返伊拉克参与作战 最后带您来看到欧洲 乌克兰新上任的总统波罗申科说 将在6月27号签署争议性协定 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家 来关心士族赛事 C族的日本希腊在本届士族首战双双吞败 因此第二战两队都是权力的要来拼胜 可惜最后一场0比0平手收场 开赛第12分钟日本选手长谷不成 他拉人吞下黄牌 第26分钟希腊队卡特索拉尼斯 从背后铲球也吃下黄牌 37分钟卡特索拉尼斯又背后铲球 踢到日本球员 再吃下第二张黄牌出场 希腊十人战11人严防紧定日本 中场0比0让C组分组第一的哥伦比亚确定晋级 台湾也很风氏族 现在就有厂商力要6个参赛国的民众 进行一场美食大PK 让台湾观众可以借着氏族赛的热烧 也体验下巴西西班牙等德国等国的道地美食 加入大量的洋葱跟青椒 这道墨西哥料理香气四溢 取名叫做墨西哥电线 食材选用牛肉 洋葱 青椒 蘑菇 还有绿色辣椒 里头再加上一些起司 这是墨西哥的首都 是很有名的晚餐 所以我们也会用那个酱油来做的 以市族的主题曲作为背景音乐 一边料理是这杯足球参赛国家 在美食上打PK 日本队带来的是酱炖五味 吞意大利则是道地的蘑菇意大利面 而西班牙则是色彩新意的 煎云排左地中海沙拉 当然少不了地主队巴西 以正统的巴西加常赛巴西炖牛肉给胜负 我们比较会进牛肉 所以这种的牛肉是很快准备 而且有很多讲课 你可以看有很多颜色 有家的声音自自作响 德国队带来的柏林肉丸 号称是出了柏林就吃不到的美食 当中的料理食材也相当保密 这个面包靴之外 我还会放一点罗勒 对 还有眼巴 胡椒粉 还有两个 两三个蜜 不可告人的食材 对国家的足球场上禁忌 台湾厂商立邀当地民众进行到地美食大PK 甚至是足热在先起话题 食堂的调特据事 林家伟终于婷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来关心政治焦点 立法院长王金平遭撤销党籍案 一审胜诉 国民党不服提起上诉 台湾高等法院在今天首次开庭 双方律师都是准时到庭 上午立法院长王金平面对媒体提问 他说一切平常心看待不予置评 今天二度开庭的心情如何呢 平常心嘛 一切都为任律师来处理 考据委员是不是根据民主原则所产生的 并没有列为征典 所以我们在二审的时候 我们要求将要求我们法官呢 把什么叫民主原则 那考据委员的出身呢 是不是符合民主原则 列为征典 民主原则或是党代表大会的要求 这都是法律民文的规定 那他们在原审的时候 就是没有办法清楚地说明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违法 不依照法律的适用 那所以他那只是他们这部分的见解 并没有办法去支持说 原则这个部分的认定是不对的 国民党委任律师罗明通表示 根据一审判决 撤销党籍必须有超过 全体党员二分之一人数出席 但几乎不可能被期待的事实 是否符合民主原则呢 至于成审本案的台北地院审判长张于凤 日前被司法院拔除庭长职务 外界质疑是不是秋后算账 罗明通说这并非律师团的全责范围 因此无从回应 基隆市议长黄景泰涉入所会图例等案 昨天基隆地方法院裁定黄景泰以120万元交保 不过检察官在当庭提出抗告 高等法院昨天晚上11点多裁定 撤销发回基隆地院跟裁 基隆地院在今天早上11点再度召开积压庭 黄景泰也已经抵达基隆地院 后续有最新的状况 我们将为您插播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全球社群网站龙头脸书网站 十字号传出大当机 12.8亿使用者长达30分钟 没有办法连上社群网站 一脸书2014年第一季 营收25亿美元做计算 平摆半小时 公司等于要损失将近6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820万 亚马逊进军苹果和三星 主宰的智慧型手机市场 正式推出智慧型手机firephone 创办人被佐斯说 这只手机具有突破性科技 具备动态试点功能 可以显示3D影像 以及能辨识各式产品和艺术品 等物件的扫描器 阿根廷在美国的法院 与违约债券只有人打官司败诉 阿根廷政府警告 本月底有可能债务违约 重挫阿根廷股实施则号大跌4.9% 经管会预告将修订信用卡业务机构管理办法 法规施行后 但银行完成系统建制 便可正式发行双币信用卡 让用户在国外刷卡时 可直接从国内外币账户扣款 预计明年出问世 新唐人雅的电视整体报道 今天又是超级股东会日 我们带您聚焦金融股 包括华南金、开发金、中信金、第一金等 其中中信金进行九席的董事改选 确定孤家的经营权不变 而第一大股东南山人寿 进驻董事会是最受瞩目的 我们请人在现场的记者李金金 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 主播中信金股东会今天在台北元山饭店举行 由董事长颜文龙亲自召开 带您看到稍早的画面 第二季、第三季 许多的电子业的接单也非常的畅旺 再加上今年年底的七合一的选举 历史轨迹通常会带动民间的消费 所以我们对于整体来讲应该是很乐观 台湾的经济面好 再加上国际的缓步付诸 股市应该还有再往上走的机会 并购的事情本来就 过程本来就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不会强求 我们会按照我们既定发展的 这个人寿保险的策略继续往下走 那中文有什么其他并购的计划 我们事实上在市场上只要有 任何值得并购的机会 我们都会一一评估 微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严文龙 另外中信金今年股东常会进行董监改选 是中信金前董事长胡连松过市后的第一次董监改选 也是第一大股东南山人寿 进驻董社会 格外受到关注 这次我们增加了一席独立董事 是由外资推荐 那也刚刚开票结果也很成功的 各位董事都顺利的当选 中信金也表示 未来的发展策略会朝向跨业经营 以及寻求合适的并购机会 以上是中信金的最新情况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下周来台 导国前进成员陈维提 林非凡以及多个公民团体呼吁 全民站出来拒绝王张会 面对伊拉克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美国总统欧巴马宣布 将加派数百名军事顾问 协助伊拉克对抗伊斯兰叛军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五件新闻 艺术 生活 品味 为陶瓷产业创立新标杆 台湾 英哥 新泰园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上午举行考试院长被提名人吴锦麟副院长被提名人高永光的同意权投票 民进党团上午党团大会决议不进场投票 不过在国民党人数的优势之下 只要跨过同意权门槛57张同意票就笃定过关 因此确定由吴锦麟和高永光担任第11届考试院正副院长 还有带人关心的是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下周三就要来到台湾 将会触及敏感的两岸互设办事出议题 加上之前国台办的统战矮化言论引发反弹 今天包括岛国前进成员陈维廷和林非凡 还有多个公民团体就站出来呼吁 全民在625拒绝王张会 再过五天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要首次来台湾 今天包括太阳化学院代表陈维廷 林非凡等人 与公民团体到委会前举起红牌 拒绝王张会 反对王张会 人民取红牌 反对王张会 反对王张会 原本就主张两岸协议应该经过法令的监督 必须特别的审慎的处理 更进一步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它可能是开启进一步的政治谈判 开启两岸的终局谈判的第一步 因为我们拒绝反民主的黑箱谈判 我们拒绝矮化主权的政治宣传 我们拒绝模糊处理的空洞承诺 他们认为政府对于两个月前太阳化学院的两岸协议监督承诺 并没有被落实 呼吁全民上传红牌照 拒绝中共张志军此行的政治访问 以上就是现场情况 把镜头将会跑内 距离香港的七一大游行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 周四民间人权阵线宣布 游行的主题将会增加 捍卫港人自主 无惧中共威吓的自标 以抗议中共国务院白皮书 及占中投票系统受到恶意攻击 判备港人自主 无惧中央威吓 公民直接提名 废除公民走遍 明镇表示近日一连串事件 包括中共国新办发表白皮书 新界东北事件 港大民言投票系统遭黑客攻击 传媒激战中网站受袭 令港人忧虑 其中白皮书虽不具法律效力 却摧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 至于7一当天是否会占中 却连表示 似乎当局对622公投结果的回应 如果他其实完全漠视 就是622公投结果 是一个字都不提 甚至是呼显了事的话 这时候其实都会认为 其实是必须要占中的了 因为如果不行动的话 其实这个政府是不会反省 他所做的错误决定 另外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认为 黑客攻击事件凸显北京的忧虑 呼吁港人踊跃参加全民投票 今年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 他希望英国信守承诺 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国新公民运动三名维权人士被判刑 中共抓捕新公民运动人士 引发国际谴责 星期四在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 江西省新渝市渝水区法院做出判决 判处中国新公民运动三名维权人士 刘平 魏忠平有期徒刑6年半 李思华有期徒刑3年 大陆产天星N9500手机预装间谍软件 德国网络安全公司GDATA称 他们发现大陆制造的天星N9500手机 一款平价四核心Android智慧机 预装了恶意软体 可用来打开摄像头 监控手机使用者及远程操控手机 日本援助中国清洗地沟油装置 中日关系现僵局 但日本政府动用海外开发援助ODA资金 向中国民间提供四台清洗地沟油的装置 周三首次在天津曝光 四台清洗装置 用电加热氢氧化那河水等混合制成的洗涤剂 来清洗地沟油 让其变成安全食用油 美教授协会呼吁撤销孔子学院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 为了维护学术自由 美国的大学应该取消或者重谈关于孔子学院的协议 强调孔子学院作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分支在运作 巫视学术自由 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校原理 已经建立了近100所孔子学院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面对伊拉克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礼拜四宣布 美国将会提供伊拉克更多的援助 并且会加派数百名军事顾问 来协助伊拉克对抗伊斯兰叛军 欧巴马同时表示美军不会重返伊拉克作战 来看华府记者尼克的报道 在与美国国家安全小组会面之后 欧巴马在白宫发表演讲 表示将在巴格达与伊拉克北部建立两国联合行动中心 为伊拉克提供更多的援助 奥巴马随后再次重申 不会让美军重返伊拉克战场 不过面对伊拉克日渐恶化的局势 奥巴马也强调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 当天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警告称 伊拉克叙利亚的激进武装分子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麦卡恩还表示 美国与伊拉克民众正在付出沉重代价 呼吁美国尽快采取行动 The U.S. has long been pressing on Iraq's Shia government to be more inclusive of Sunni and Kurdish interests On Thursday, President Obama stopped short of calling on Prime Minister Nuri al-Maliki to step down saying it's not the United States' place to choose Iraq's leader 新唐人记者,尼克,美国华夫报道 全球用户欲肆意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式LINE 19号证实在今年5月底到6月14号之间 共至少发生303件账户在未经授权下被入侵个案 日本警方正进行调查 LINE呼吁使用者更改密码 西班牙黄厨菲利沛周三午夜登机 继承本月初突然宣布退位的父皇卡洛斯仪式 成为西班牙新国王菲利沛六世 仪式从简 菲利沛六世被期待 带领皇室改革 一席丑闻产生形象 礼拜三 伊拉克叛军用机弯枪和破级炮 积极了当地最大的炼油场 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见国会各领袖时说 目前任务已对伊拉克叛军发动空袭 但日后诺找到叛军的大型据点时 美国极可能随时发动空袭 好莱坞影星李奥纳多 17号出席美国国务院举办的海洋政策会议 呼吁停止对海洋的破坏 当场承诺将在两年内 从私人基金会拨款700万美元 协助海洋保育 新浩人亚的电视整理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4》 在香港举行首映 导演麦可贝 率领男主角马克华伯格李彬彬等大批明星亮相 奄奄夏日带你去屏东方山品尝在地最新鲜的芒果创意料理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予见新闻 在台湾或者是在华人世界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体 它能够传达所有在华人世界里面 跟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 能够至少加强华人之间的了解 以及对世界的一些观点 我知道新唐人电视台其实在海外很多的观众 那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透过你们来知道台湾的 现在的状况 还有知道台北的状况 那我也觉得说希望你们能够越做越好 能够把更多的好消息 很好的一面能够带到海外去 也更多的华人 在海外的好华人能够update到我们在这边的状况 新唐人在文化政策上面 文化活动的推广上面 它一直非常盼援助的角色 台湾必须要有文化有美学有设计有创新 它才能够展现新的产业的可能性 我非常期许像这样的一个媒体 能够继续扮演这种清流的角色 在海外的华人朋友 若想多了解台北市的最新消息 就请收看新唐人电视台 我们寻找真相 我们渴望自由 我们守护台湾 可是 卖多keit 我们爱真相 我们爱自由 我们爱台湾 我们爱天后 我们爱到他们自... 開啟INTD有三招 第一招 打開商店 第二招 搜尋INTD 第三招 下載安裝APP 讚啦 開啟INTD 你就掌握先機 歡迎回到新唐人五間新聞 萬眾矚目的變形金剛四首映式 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這也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部 好萊塢大片的全球首映禮 導演麥可貝率同男主角馬克·華伯格 李彬彬等大批明星亮相 更有電影中博派領袖柯伯文的塑像 屹立在尖沙嘴海邊來守護香港人 吸引了上千粉絲围观 去年10月在香港取景拍攝的 變形金剛四 全都在香港舉行全球首映式 而象征正義化身的柯伯文 已经率先在尖沙嘴海防树立起來 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 包括李彬彬 男主角麦克·華堡 导演麦可貝 明星尼可纳比斯等 先走上尖沙嘴海邊長廊二樓 在柯伯文樹像旁接受媒體的采訪 然後踏上紅地毯 前往尖沙嘴的文化中心 沿途吸引超過200個中外媒體采訪 過千粉絲為觀 現場雖然不時下起大雨 但無損明星和粉絲們的互動 片中飾演一名高智商旅科學家的李彬彬 以一身黑白露背長裙亮相 表現相當親民 不適合粉絲們玩自拍 男主角麦克·華堡 導演麦可貝 以及主唱變形金剛主題曲的 格林美德獎禁女迷幻樂團 出場時都大受歡迎 他們不停地向粉絲揮手 簽名和合影 變形金剛四世紀蝙蝠俠之後 另一史上最賣座系列來香港取景 其中香港會展覽中心大爆炸和天心小輪 被外星侵略者從維多利亞港 西上高空的特技場面 令人嘆為觀止 該片以全球舍命顽抗 還是近代輪亡死寂 予以全人類起來對抗邪惡勢力 引人共鳴 新唐人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 耶恩夏日帶您去屏東方山品嘗芒果 當地盛大舉辦芒果節 除了芒果創意料理 芒果試吃 以及多項表演節目 也歡迎大家一起去看山看海品嘗美味料理 包裹著芒果丁的新鮮蝦漿搓成圓球 再放入熱油鍋 炸到金黃色起鍋 香味思逸 我們就用新鮮的蝦子下去打漿 再盛上我們這個芒果丁 包在蝦漿裡面 讓它吃起來有點酸酸甜甜的 像戀愛的感覺 大家不妨也可以在家吃吃做做看 芒果創意料理簡單做 還有這一道香芒嫩牛肉捲 牛肉先把它薄片 再稍微醃製一下 讓它入味 然後就用慢火下去煎熟 打好的芒果泥 在盤絲旁邊點綴一下 簡單易學又好吃的創意料理 大口大口吃好滿足 還有新鮮芒果市集 讓民眾吃得到 看得到也買得安心 性價比會更高啊 看起來也可以實際看得到 所以應該更有信心 艾文芒果熱銷全球 重要關鍵就在天然地理環境 它是看海長大的 呼吸海洋新鮮的空氣 此外它的地質 因為是歷史沙子 所以它的甜度就自然高 所以如果人家裡說有的東西 就要搶牙齒的我們不用 我們的鮮肉不管是 只要是放鮮香裡面的鮮肉 就是都好吃 鄉長掛寶鎮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在地農產 一粒粒紅通通飽滿芒果 要在夏季搶供民眾味蕾 新常亞太電視裡 捐榮葉子芬 台灣屏東報導 以下就帶你來關心 6月20號全台各地 以及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天氣預報 中文字幕混音 借悉 空間 投票 超級街頭 超級街頭 一枚 球 電視音樂 海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